好 夜店的部分 刚刚宏伟有特别提到 权力大扫荡 不过我们看看这次事件发生 其实这个曾幸楚贤 跟他女朋友 另外一位嫌犯 其实他们组成了 所谓的中山联盟 可以看到 其实他把竹联邦 各个堂的成员 通通找来了 其实真是表示 其实他这个里头的 组成的分子 其实非常的乱了 所以你真的要做到一个扫黑 或者要扫荡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了 孝成 我觉得这个中山联盟的话 应该是讲 他们的line上面的平台 取名叫中山联盟 因为他们这个里面的参与者的话 很多其实是在台北市 林申北路 或者是在景州街那一带的酒店 有些在做业干 业绩干部 有些在做 所谓的趴车小弟 有些在做少爷 还有可能在送一些 像欧西莫里 像什么其他一些东西的这样子 那还有另外的 还有维市的这样子 所以他们这一群人 他们就用一个 中山联盟的名义 其实中山联盟 还有另外一个帮派 他实际上有一个中山联盟的帮派 但那个帮派跟这个是不太一样 可是他们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是情义强挺 所以一号召 所有的各个堂口的全部跑来了 然后这位真姓主权还花那么多钱 他想说我就是大哥了吗 平常大家这样子奉承你 我倒觉得 其实如果真姓主权 曾威豪 曾威豪 坦白讲他如果没有那么敢花钱 谁可能围在他旁边 他LINE LINE拜天也没有人来 那简单的说 之前这个屏东县说他们横向联系不好 你看这中山联盟横向联系多好 跨各派系啊 跨各堂口啊 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 这个情形某种程度已经变成说 你每个堂口 或是他们自己的 他只是标榜说他是堂口的外围 他只是标榜说我是某个堂口 可是事实上他也没什么开过枪谈 或怎么样 可能但是他们横向联系倒是很好 一呼百诺 只要有人有大爷可能花钱 有谁有老大要出来 不管是在告别式的现场 或是在这晚上的酒店 大家就群起而至 我觉得是这新犯 新形态的犯罪形态 我觉得应该 不管这不是台北市的问题 这可能是全国各地 每个县市都会面临到的问题 只是台北市的夜店多了一点 还有另外一个说 大家外界一直在想说 这个不是什么和堂的小弟吗 那和堂小弟怎么去打 那个中堂的这个保全人 去攻打 因为不是攻打地盘这种情况 其实就我的侧面了解了 我侧面了解就是 其实你说这个所谓的 带头的这个肖瑞红 他自称是和堂嘛 对不对 那还有包括那个万绍成 万绍成是我一个朋友的那个儿子 这两个是和堂 他知不知道那个地方是中堂的 我觉得是要问号的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这个姓肖的太年轻 他自己搞不清楚 那个地方到底是 是不是也是自己 所谓组织帮的 这个其他堂口的一些 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乌龙 另外的话就是 不过我倒是担心 这几个年轻人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的话 你等于就是自家人打自家人 大水冲倒龙王庙 这个在帮派里面来讲是个大忌 而且你还带了八国联军 实际上八国联军 因为我看了一下 他里面有平堂 信堂 雷堂 还有战堂 你还有四海帮跟天道门 开什么玩笑 你等于是连着外人 去打自己的堂口 这个在帮派里面 他们会有另外别的一些处置 加法伺候 我非常简短 只要简短时间 既然警察都掌握说 每一个堂有多少人 每一个堂有多少人 那请问 刚刚洪威那句话 要少 要真的要少 是少真来少假 我们刚刚讲说 我一直质疑说 道歉是道歉真来断讲 那请问 接下来不管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警察局 少真的少假的 你既然你掌握 每个人 他的这个属性 那你当然知道 他的姓名 他是谁 那你有没有办法 真的做到少黑 其实像这样的情况 我们要问的就是说 会不会带给大家 错误的价值观 以为我撒钱 就可以当老大 我一号召人就来了 给一些青少年 或是年轻的朋友 错误的价值观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来关心 感谢观看